这里是台湾西瓦超心灵感应所提供的免费课程,如果您对心灵科学及知识感兴趣,希望开启你的终极潜能ESP,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入我们学习并迈向二次进化的行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异常实验室,简称Pair,全研究过一种现象,叫做遥视,Remote Viewing。 早在70年代,加州史丹福大学的研究所,SRI,所率先对这种现象做科学研究。 遥视实验是这样进行的,一个操作员留在实验室,另外一个操作员被派去勘察某个地点。 实验室操作员和外景观察员事先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这个特定的地方是先由好几个地方选出来。 所有的勘察景点都是事先规划,并与编号,到了实验当天才由电脑随机拣选。 外景通常距离实验室开车大约半个小时。 外景观察员到达地点以后,以开放的态度扫视整个地区的景象, 然后把自己见到的一切简单地写下来,再回答30个问题。 典型的问题是,这里有没有石墨特别显幕的部分。 整个地方的光线大部分是暗的吗? 有没有石墨明显的声音,譬如汽车喇叭声,人声,鸟叫声,海浪声等等。 同一时间,实验室的操作员也用开放的态度想象可能的情景, 想到石墨就记下来,然后回答同样的30个问题。 最后,外景操作员和实验室操作员的答案放进电脑,由电脑程式做比较。 PairSRI即为用心地防止所有造假、实验员的影响, 以及情报源界已知管道传递消息给实验室操作员的可能。 总和多次实验的结果,他们在所有合理的怀疑之下确定姚氏是值得科学介于已正式的现象。 这个实验也研究,如果实验室操作员在外景观察员, 在到达之前先用心智感官扫描并回答问题,结果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样的实验证明了预感的存在。 史丹福SRI实验室观察到的结果也很相近。 在非官方学术领域中,何希希瓦最早发现姚氏的存在, 在教导小女儿的过程中发现了预知的现象, 逐渐希瓦把研究方向转为猜测的能力。 在一次实验中,小女儿无意间发现隔壁邻居芝加哥亲戚的情况, 于是希瓦训练女儿姚氏芝加哥的那栋房子, 所观察到的情景与邻居亲戚所陈述,十分地吻合。 这套姚氏训练方法,就是希瓦超心灵感应中的驻家姚氏练习。 中央情报局也做过姚氏实验,就在希瓦将研究报告寄给美国政府后。 美国政府保密了很久,上世纪末才公开。 加州大学研究报告后得到结论说, 异常知觉,也就是姚氏,已经证明是可能的。 这一项结论不是建立在信仰上, 而是建立在公认的科学规范之上。 台湾希瓦超心灵感应学员结业后, 会参加一个名为伊甸计划的实验, 目的是培养在生活中使用ESP的习惯。 在计划的住家姚氏中, 学员姚氏彼此住家的格局, 墙壁与地板颜色材质, 以及家具与装饰, 并回答房屋主人的特定问题。